华特强森初中上周三遭爆发校园水盈污染后延烧数日,不但环保署与克郡学区联合介入调查,校园已因此自上周三至本周一关闭停课进行清理。 官员周一表示,已由校园清除出四分之一杯量的水盈,渴望在周一告读段落并于周二恢复上课。 据了解,目前有高达75户的住户受到过检测,并有一户住家遭污染而必须暂时千里。 这次的校园拱污染案爆发近一周以来,影响程度已超过预期。 有关单位初步证实,原本在体育场发现的污染物已散播及全校园,并由该校疑似未及时处理而延误。 面对孩子及家长的健康受到波及,引起许多家长愤怒与恐慌。 想收看更多维加斯华文短片,请浏览新闻网lvcnn.com 谢谢